走進藍色,走入你的世界 哈囉,歡迎來到藍色旋律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屏東 音樂界非常大咖 大大大大咖 上去的 領頭三槍 領頭槍 這麼講他嚴重性的部分 歡迎嚴重性嗎 漢哥還有立文傑 哈囉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怎麼會好久不見 好久沒有在螢光幕前跟他見面 不是吧 不是一直在直播嗎 最近給大家休息一下 哈囉大家 我覺得今天我們很藍 對很貴 山藍的藍 對 我們今天想來到藍色的天地 對 分享很多 真的謝謝 還有漢哥跟立文傑 大概有36個字 36個字 好啦 今天就是我們兩個一起來 對呀來到這個好朋友的地方 對 我們今天很難得 就是我們在節目可以邀請到漢哥跟立文傑 好那其實我們在很多時候都在工作場合啊 然後都在外面的其他演出的活動上面 都看到彼此 可是沒有 那麼難得一個時間可以坐下來聊天 你知道嗎 來到這邊呢當然除了音樂的演出之外 當然還是有一些問題想要問漢哥跟你問 因為我們講 滿有興趣的 是真正的 是要做群拉夫呢 還是要有獎真答 有獎真答的話就 到底是三等還是四等的題目 可能是三 這個題目應該是三等 三等 那麼高等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滿有興趣啊 因為大家在學音樂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個開始嘛 一個啟蒙 所以滿想問漢哥跟立文傑 你們在音樂的這個階段啊 你們的啟蒙是從什麼開始 啟蒙 來 我先說好了 好 我應該是小時候就是在部落 然後在教會長大的孩子 然後 所以我小時候就是在教會就是唱歌 然後 這是我的音樂的啟蒙 然後後來 我們每到寒暑教的時候 修女都會來到我們的小島上面 然後來 帶我們來認識我們的天主 然後那個時候就我們就會唱歌啊 就會有一些行程 那就會唱歌會教我們唱歌 然後 還會教福音什麼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所以就合一還是國小 馬上就給我們這樣的 這樣的環境 對 非常豐富的那個 就是大家不會注意到說 一個小島上 然後有修女來交唱歌 然後現在還有合音 然後這就是我的小小的一個音樂的開始 開始 大家有疑惑那個小島是哪個島嗎 你們知道嗎 最美的那個嗎 對 藍魚島 小魚島 藍魚島 藍魚 藍魚跟這個藍天有沒有是 經濟關係 經濟關係 這也太硬 這個太硬 藍系列的 藍系列 藍系列的 難怪難怪 那漢哥呢 我這邊就是 其實我們以前家裡有沒有就是做 爸爸就是做原住民唱片的 所以以前就是開哈利唱片 所以從小的時候呢 就是在這個音樂的環境之下 爸爸在錄音啊 或者在外面做活動 喜慶宴會啦 都有 所以在這個 接觸到這個 部落型的這種 音樂的 開始 所以從 其實從幼稚園啊 國小 有幼稚的部分 有幼稚園 都會被帶出去 對不對 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 那邊在唱什麼 在哼什麼 就是這樣子的環境長大 還沒結合的時候 就有音樂性了 真的 所以現在我閉起眼睛 那個畫面都是在部落在跳舞啊 哦 那個 那個音樂的 對沉浸式教學 就是這樣子發生 沉浸式教學 到我的手壓下去的時候 和弦就是 就是AMI 我知道 鍵盤下去 馬上猜得到 一三六 注意一下 一三六 樂理記一下 樂理小時間 那所以這一題呢 就接到下一題了 哈雷的誕生 所以哈雷的誕生 其實你們算是第二代了這樣嗎 對第二代 因為那時候爸爸 就是 很喜歡玩音樂 他是一個警察 然後他就會自己買吉他啦 然後買keyboard在家裡玩 然後他就找他的同事 都是警察 警察或者是消防隊的啊 而且說我們要組一個夜團好了 可以走那種 在服務在這個警察 或者是在這個公家單位的 然後 那時候一直不知道想什麼 團名 然後那時候呢民國76年 76年 都基心群耶 我都還沒出生 我那時候還八歲好不好 八歲的時候 那時候八歲 然後爸爸說要組一個團 然後那 剛剛我那最近 電視 電視就 喔倒了 那時候我們家的電視這麼胖 喔很厚的喔 那時候是那個 類比試的 類比試 民國76年 經過的時候 那就是 娶哈雷好了 喔 原來 哈雷有沒有跟摩托車有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 跟哈雷會心有關係 為了盡量哈雷 會心就是 娶哈雷 以前我還是他們主唱的時候 我就說 你為什麼叫哈雷 你不覺得有點土嗎 為什麼 莫名其妙 為什麼叫哈雷 因為我那時候很難理解 什麼叫哈雷這樣 我本來一度想要改名 那是 投票之後 投票喔 那時候已經有風速捲了 那是爸爸生氣之後 對 然後他 他就類似去回答我說 不會啊 就是爸爸傳承這個音樂 就是音樂的能量 就這樣子傳承 也是蠻好 蠻不錯的感覺 我習慣了 我們那個時候都還蠻年輕的 就習慣了 我就這種改名我出去 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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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的這樣 哈雷有紀元長大的 所以想要換什麼名字之前 雷哈 哈雷 哈雷 投票應該是有五種這樣子 那不然爸爸會生氣 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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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也以為是哈雷路亞 對啊 那就可以開一個分公司 就叫路亞 路亞 媒體企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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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你笑容 我喜歡你笑容 只公司 只可以 只可以 那當哈雷跟路亞結合的時候 哈雷 豐盛 就豐盛了 你天主教的那個聖浩老師 哈雷 哈雷 這個名字有站上那個 金曲獎 金曲獎 對 有有有 那時候 那時候專輯裡面的 因為我是出個人的名字嘛 就想路亞馬幹 說我的名字 我想說把哈雷放在前面 就是 這個是一個紀念嘛 一個想說哈雷也是一個家裡的 然後這是一個 一個在做這個 原住民的一個 產品公司的一個名字 就把哈雷 路亞馬幹 這樣 據我所知 原百貨有這張專輯啊 欸 就放在獨來空間 獨來空間 獨來空間 我跟你講 原創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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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現在聽說好 我已經講 我賣了 哇 打個十字說字 算得出來 大家快點去買 好不好 原百貨有賣 原百貨有賣 對 問這位老闆就 沒錯沒錯 那位老闆也可以問 而且已經很值得買 沒錯 大家真的去買 這個有站上那個 進去講 對對對 我怎麼感覺 我真的訪問你們 我們在介紹 我們在介紹 我們是在講哪裡有在賣這張CD 直接問漢哥也行啊 我不知道有沒有庫存 我們都放在藍色系列 對 我跟你講 主要是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 我跟你講 7D音樂有沒有 我們可以 買 但是要不要打開也沒有關係 但是就一種資質 對 真的真的 現在都數位音樂了嘛 對 現在也很多人 方考我們的音樂 放在平台上面 其實 也當然 就是還是支持正版 對啦 那個溫度不一樣 溫度不一樣 溫度不一樣 對 但是我們總是會很希望 在我們身上有接觸到我們音樂的人 可以感受那個 對音樂的能量 跟 跟誠實 跟熱情 就是可以傳出去 然後 哇 不一定是他們一定要聽我們 而是他們可以從我們身上的能量 感受到 原來做音樂 會有這樣子的 很棒的正能量 很棒的能量 然後 就讓他們有被推動的感覺 我覺得那是 我覺得我們的價值也會覺得 對啊 反而是正面的力量 在小朋友的身上 提升了更多啦 對 那要不要做 其實有這樣的資源 他們如果喜歡 也可以延續它 大家就一起在 那個屏東這塊音樂 沃土 就是好好的耕耘 然後我們就一起活得 好好呼吸 然後產出很多很美好的音樂 然後很多人在 我們的音樂裡面 大家的音樂當中 會得到生活的很多的 不同的圓滿 那是滿好的啊 對啊 大家其實也都可以看到 平台上 漢哥在做的事啦 對啊 或是在活動上面 其實 不只在音樂上面的 已經延伸到周邊都有了 對不對 其實面向還蠻多的 像音樂 音樂產業 算是一條龍的話 我們應該都有 都有行在 對 畢竟 因為 但是 漢哥他也是從 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做這個 所以變成很早就累積了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 不管是做活動 或者做硬體 或者是創作 或者是 很多大家可以想到的 整個音樂產業都可以做 我们现在每一个面向 你说的未来该怎么样 其实我们是希望在明年 我们可以有继续做我们的创作 那如果我们做活动 在地的活动的话 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 就是我们这两个很有 就是原住民就有那种原住民使命感 就是这个活动就会想要让 很用力的把它 很多人可以从里面看 认识到大家 理解我们看到我们 然后喜欢我们 然后认识我们 然后从我们身上 我们有一个就是 共享很多美好的 其实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 有点像 因为我不珍惜 但就跟你们一样 我们很喜欢音乐 很喜欢唱歌 然后我们就很简单 就录一录拍一拍 结果我们就放在平台上面 影音平台 YouTube是FB 一直传传传到 原来还蛮多人 也有人在专门在线上在听歌的 也不会出门的 还蛮多的 对 然后所以就变成误打误撞 就是爱拍 爱唱歌 然后录起来 或什么什么 然后当然我们的主业还是在外面 活动 或者是要执行什么案子 什么什么的 那唱歌这一块刚好 看起来好像又有多一个 多一个这个 未来的一个平台的面向 又在慢慢爬起来 所以就变成说还蛮特别的 因为环境在变了 环境在变了 所以刚好我们可能也在变动 对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 呃 目前的话就是蛮多在自媒体的音乐的经营 对 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也没有人在看这些我们在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有啦 有啦 爸爸妈妈两个人 对对对 就是各位数字 直播人数 就是各位数字 三啦 我想说你要说什么 我想说你要说 就刚开始 刚开始 有啦有啦 真 我说真 家人 家人 全家人 对 那时候就八个人 而且我们要事先打电话 对啊 上线龙啊 对 就重点 我们那时候在直播的时候 就是其实真的 大家也不知道 但是 可是越是那个时候 大家都没有在知道的时候 我们正在努力的时候 很辛苦的时候 我们才会 产出我们的价值观 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说 没关系啊 有多少人看 我们就做这样的事情 起码这些音乐可以陪伴他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根本 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 什么还有流量 我们根本没有想什么 我们没有想说 我们要流量 我们要怎么样 完全没有 就想说 因为我们既然有器材 我们有场地 啊 我们有 那个棋手老师 我们可以唱 那我们就干脆 还有我们还有在地 很多的音乐 音乐的 伙伴啊 前辈啊 或音乐伙伴 那有机会的话 既然有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 就来一起吧 就是唱歌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 这些音乐就是 可以陪伴着大家 就会变成我们现在的 平台的那个一个 一个家庭 现在的样子 可以用音乐陪伴 对 就生活的好朋友 跟着环境 变化 结果我们在走 又在 又在变动 对 诶 频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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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零V1 屏东V1 阿零V1 FB搜寻屏东V1 还有魏晋汉 哦 就会搜寻到 对啊 因为康哥他们的频道 有很多朋友说 诶 你们做直播啊 做影音平台 是不是有在赚钱 或赚多钱 其实 我坦白跟你们说 你还没有赚钱 对 很难啦 很难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也许未来会赚钱 不一定 但是 但是我们在铺上去的时候 就像这个节目 但夜里夜做夜好的时候 人家会反过来看我们 就像巴西瓦里的一个大活动 诶 回来邀请我们 诶 出一笔钱 你们把这个节目拿到现场 对 或者说 诶 我喜欢你们唱歌 我的婚礼场 我的某某的大公司的尾牙 我出了很高的价钱 那你们去那边唱 这才是有点像 我们这边唱唱好 就是运转出来的名片一样 宣传一个宣传 对 谢谢汉哥的分享 对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在音乐这个 一起肩并肩 对 对 而且这只是第一集哦 我要来第二集哦 还要来第二集 有有有 明年 你先预约 明年啦 明年好不好 我们要去吗 诶 当然啦 你们可以到时候派 再加一个美女主持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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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坐在地板的吗 下次我们换 我们换 他很坚持就一定要化妆才会 对他很坚持化妆哦 真的是 那最后就是想跟 汉哥跟立文姐就是说 有没有可以勉励屏东在地音乐人啊 尤其是很多新生代的音乐人 不管是唱嘻哈还是摇滚音乐的这些人 有没有可以勉励跟鼓励 我们这群年轻人的地方 我自己感觉是其实我们屏洞在地真的太多很棒的音乐人了 我觉得说大家只要好好的 有时候我怕我会觉得年轻人会怕追求一个梦想 会忘记好好生活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有好好 我们就是在生活中才产出我们的创作 可是我们变成到最后 最后就是一直寻求一个自己的定位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忘记要好好生活这件事情 就会一直要让自己更多人的听见 或者给我们更多的好像认同 但是其实这当然是每个人都需要想要的 但是其实你只要好好呼吸做自己 然后把你每一个自己在每一个刺激之后 产出来的歌好好呈现出来就好 那就是你所能做的 对那至于你还要让自己可以推广到更多人认识你的话 其实那就是所谓的可能是 那就是创作以外的事情 那有时候又很可惜的是我们要推自己创作 但是我们又要站在外面去把自己推出来 那也是蛮辛苦的 就是要自己把自己拉出来的那种 回到自己创作的根源 就是你在生活中好好的生活 好好呼吸跟朋友 跟家人好好的一个很好的连结 或者是你当下有什么议题 或者是当下有什么样的刺激 刺激到你的时候 你就想要说话的时候 你就用音乐说话 就这样这么单纯 这么简单 你就会有力量了 因为你的歌就会有故事 就会有生命 也刚好是他们这一次所带来的这首曲子的 一个内涵所在 对对对对 就是生活呼吸 在你的创作当中 就有养分 然后去鼓励跟提升自己 对对对 那其实 那未来 如果 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那会不会 在之后有一些新的作品 或是新的演唱会的机会产生了 有没有对这个部分有所规划 是我们一定要 一定先把自己的创作先 准备好 甚至一定歌准备好 或者是我们的专辑 当专辑准备好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会去结合 像好朋友这样 对对 我们不能弄一个 比如说演唱会 我们弄大家的演唱会 我们弄大家的演唱会 我觉得蛮好的 大家的音乐节 大家的艺术节 大家的艺术节 不一定说一定要 至于现在 当然 像你们就很会写计划 你哪里要钱 没有啦 没有啦 我现在我们就喜欢享受大家一起来做很棒的事情 棒的事情 真的真的 没有哪里要钱 什么 不能干嘛 没有啊 請按讚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 好 會不會有可能有第三代 看神的安排 看孩子的狀況 目前看狀況是蠻好的 不然你說一夜一號就成軍了 我們還是希望孩子走他的路 這個當興趣 例如他可以做錄音師可以做製作人 這一樣音樂吧 可以走頂尖的銀行公司 可以做厲害的VPA王 好那很感謝立文姊跟漢哥今天來到藍色旋律 來分享他們的音樂 分享他們的故事 漢哥說他還會在哪 好 這首歌結束還有一首 下一首歌 好辣喔 好那我們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拜拜 拜拜